大家好 今天是十月十四星期三 因為早就要去TVB做節目 所以回到公司寫了編稿 抄回資料 已經剩下的時間不多 11時9分析師協會 今天開禮會 所以剩下少許時間 就唯有跟大家談一談 市會再創今個月的高位 拉動的指數上升 始終都是騰訊和阿里巴巴 騰訊今早見過570元 阿里巴巴也見過298元 先看看指數 早市先高159點 到24808點 但累積的升幅比較多 還有很多買盤卻步的勢頭出來了 所以市就隨之進入了一個 略為反覆的情況 指數一度低見24,498 輕輕倒跌151點 技術上來說 也稍微跌穿50和100天市 但意義不重大 因為指數絕大部分時間 都是拉著24,600點的水平 即是說 技術上只能夠用一個糾纏 這個字眼來形容 50天線現在在24,604 100天線在24,641點 指數在24,600點 指數在24,600點 稍微有少少少穿梭 其實是很正常的 因為大家不要忘記 指數是由上星期一 即10月5日的低位 23,674點開步 去到今早的高位24,808點 頭尾是7個交易天 升幅度有1134點 稍微有少少整固 其實是很正常的 換句話來說 只要指數一直穩守在12,20天線上 形態上仍然有利作進一步的反彈 也不知道 如果能夠持續穩守在50和100天線上 形態上和技術上 一旦成交加碼稍微配合 再向上望應該是25,000點 和9月1日的高位25,254點 事實上報入10月份後 感覺到大市已經明顯擺脫了逐步下限的形態 大家記得 在10月5日當日 股市行指是高開215點 遺漏了一個上升利口 是介乎23,459到23,674點 這215點的利口 放在10月份第一個交易天 擺明居買就是要夾的 如果不是的話 你猜真的容易在第一個交易天出現一個 那麼大 比較中型的上升利口嗎 不要忘記 9月份還是先高後低的形態 10月份直到現在的分鐘 仍然是先低後高 由於一個月的波幅 1,134點是不算大 而最重要的是一個月的高低位 在一般情況之下 是不應該同時出現在7個交易天之內 即是說 只要先低後高型態不變 後續的事 仍然會找機會作進一步向上推升 從而找到月來的高位 剛才目標已經提到 暫時是25,254點 拉著股市的上升股份是甚麼 始終都是大數據的股份 這個真的沒辦法 上天說中工建行得比較好 誰不知今天已經放鬆了 匯恐更不用說 落到30元坐水平 始終又要看回騰訊、阿里巴巴和小米 因為這三隻加上行指成分 已經佔了17.59% 還有中仁壽、平保、中移動和友邦 看看股價能不能做好一點 因為他們仍然是行指重磅的成分股 好了,中午的視像分析 我就講到這裡